世界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不是数万 今天这好业也是金融时报 因为它放在头版的消息 速度可能比较快 我们看到很多中文媒体呢 仍旧是把这样一个消息呢 可能是放在内页 还来不及换版 这个头条的消息呢 写的就是瓦格纳集团创办人 他说莫斯科说呢 是在一个坠机的乘客名单上面 有普里格金 那么今天到底这个消息呢 展颜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我们先做国际聚焦 普里格金真的死了吗 这是在今天国际焦点上面呢 对于很多家来讲呢 可能它是一个突发 我们来看 首先呢来看这个消息的标题说 俄政府证实普里格金或普里格任 和乌特金 乌特金呢也是瓦格纳集团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官 他说都是一个坠机的乘客 那么另外清瓦格纳的电报频道 也证实说普里格任已死 我们先看这个俄政府 所证实的单位是什么 上头写的呢 是因为俄新社报道 说俄联邦航空运输局 它公布了在本周三稍早 在俄罗斯特维尔州 坠毁的私人飞机的一个 完整乘客名单 那名单一共有十人 就上头就说 他都有普里格任跟乌特金 另外呢这个电报呢 就是我们现在左边看到的这个 证实了 而且在这个清瓦格纳的电报消息当中呢 那一开始曾经表示过 说或许普里格金不在那架飞机上 还说普里格金呢 普里格任呢 他之前所坐的飞机啊 都是另外一架 但是之后呢又证实了 说普里格任已经死亡 那么还说即便是他在地狱 也是很伟大的 但英国的媒体呢 就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看 英国的媒体呢 像美日电讯报 我们先看这个标题 它就说 这个是不是普京的一个阴谋复仇呢 它当中呢引用说 因为英国消息界的人士很快 立刻就在很多网路讨论 直指 这个跟俄罗斯这个背后呢 直接大家就联想到 这跟普京有关系 另外卫报呢 卫报这里呢 只是用词比较谨慎 它主要呢也是提到说 普里格任呢 它是被报道死于 在靠近莫斯科 莫斯科旁的一个 坠机事故当中 因为这次呢 是特维尔州 它在莫斯科西部 莫斯科偏西方 另外来看到这个 Daily Express呢 它则是直接说 没有任何意外的 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它认为呢 这个普里格任死的呢 就是跟普京有关系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目前为止呢 我们要说我们要看俄罗斯官方正式对外的一个表达跟态度 那么与此同时呢 导致有一些 它到底是怎么样发生事故的 包括在英国媒体的消息当中 说有一个疑似像是防空部队所发射的一个导弹煙幕等等 但是呢 在一些私人的航班追踪网站 这个Flight Trader 24 有人用这个东西去搜索 或许呢 可以让大家猜测一下这架飞机最后的端倪 因为他们发现在最后一分钟的可用数据 这个声称是普里格任所搭乘的这架私人飞机呢 他说呢 他这个序列号确实是他的 因为他们在网上查这个序列号 叫做RA02795 他们在最后一分钟的可用数据呢 是突然间攀升到3万英尺以上的高空 然后最后又以惊人不可思议的速度下降 达到每分钟8000英尺左右 然后随后就不见了 再也没有可用的数据 所以以此来评判 他可能最后的一分钟的这个情况 好 那么这件事情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说普里格任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的下场呢 或许可以猜测到 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后续的瓦格纳来说 他们会不会造成 他们军方当中的一些反叛的力量呢 是值得后续再做注意的 与此同时 还有这个消息 就是世界末日将军这位苏洛维京上将 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在这一次普里格任 他6月的叛变 叛叛未遂之后 他这个人就行踪成名 但是在普里格任所搭乘的这个飞机被爆 是说他搭乘的这个飞机坠机之后 也传出了之前 最近发生之前几小时 那么这个苏洛维京的人士呢 就被报道 那当中呢 说的呢 就是说 他之后呢 他把空天军总司令的这个职务啊 就已经没了 那另外呢 金融时报的内页也提到 就说他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 另外路透社报道说 白宫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消息 注意到了来自俄罗斯方面有关的报道 那么同时呢 白宫的国安事务的发言人表示 说普里格任的这样一个下场呢 并不让他们感到意外 但接续呢 我们再来看的是纽约时报 今天头版 国际版的头版 就说乌克兰需要一个新的战略 他说这个美国官员说的 他当中就提到说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官员 他们可能私下有些透露 在讨论的时候认为 目前乌克兰的一个反攻进度呢 并不让他们满意 认为乌克兰的军方过度把军力 集中在南部 很难突破俄罗斯非常坚强的 一个防御系统 那么所以呢 现在可能是希望乌克兰改变一下策略 把他们的前进部队 做个位置的调动 同时在当中也披露了说 其实美国的这个军事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 跟俄罗斯的这个最高的指挥官 他们两人啊 平均每周呢 都会实际对话一次 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其实这件事情呢 说的都是美国 成也说的是美国 败也说的是美国 就在俄乌的情势上面 接续看看美国的这个作用力呢 还会随着大选可能有些调整 接续来看的比较重要的啊 这个是金砖国家的这个情势 因为峰会呢 还在继续开 今天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大公报的标题先看 说在金砖峰会致辞 唱共建可持续产业交流合作机制 所以习主席表示说会设立中国金砖新时代科创孵化园 以及明报关注的一个标题 注意到当中的一个改革货币体系的这个部分 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谈话当中呼吁金砖国家反经济胁迫 至此的时候也说不能拉帮结伙 加法帮规 把加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 所以有人就认为说 其实这也是在暗指 美国目前的一种霸权行径跟心态 所以新岛日报直接说得更清楚 就是说这个是美国 是打压新兴国家情况 因为谁发展的好 就要遏制谁 那另外呢 在金砖的合作情势上 现在经济日报注意的是 在金贸合作的如何深化上 而之前对于扩容的这个方式 也开始慢慢地收拢意见 说成员国就于扩容这件事情呢 主要达成一致 但是细节还没有公布 要等最后宣布 这个意思呢 是指他们对于加进来的成员国 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大概大家有一个共识了 但是呢 在印度跟巴西的态度上面 还是持续受关注 我们看信报的标题 说在扩容的程度上面呢 印度跟巴西说有迟疑 那么同时呢 联合早报也注意到 说因为中国在金砖国家当中呢 因为大家都认为力量上 跟G7之间的一个竞争情势 一直是话题 但他说各国态度不一 难成共识 好 我们说 因为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联合早报 它其实访问了两岸的学者 两岸的学者 那在内地的学者呢 其实认为 现在在去美元化的一个探讨呢 会慢慢地形成一个 全球南方国家当中 在俄乌冲突情势当中 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 各国之间 他们彼此有不同的政治啊 经济啊 还有社会因素的一个考量 所以确实你在谈一些细节上面呢 大概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磨合 那么台湾的学者呢 则是认为说 这次的金砖国家啊 其实大家能够继续地坐下来 面对面的沟通联系 就已经是一个峰会的成就了 如果说峰会 大家对于细节很多都可以再谈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参加峰会的国家 他们对于要全球 在共建一个新秩序上面 都有一个努力的共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至于信报说 为什么印度跟巴西非常迟疑呢 因为他们主要的就是 对于扩容的国家当中 对于伊朗跟古巴 如果要加入的话 他们会有意见 特别是对于巴西来说 因为都担心 就这后面的是有美国 因为他们很担心 跟美国之间的距离 因此发生了一个关系 那么至于去美元化的部分 我们一直在讨论 去美元化在当今的世界下 当今的世界 可能它探讨 是有一个积极性的意义 但是它不是一蹴可及 需要各个成员国不断地协作 而且努力尝试跟坚持 在中美的交流上面看到 雷蒙多 美国商务部长拜会的事情 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跟他面对面 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沟通 把他这次雷蒙多访华之行 要定调成一个比较务实 务实为一个核心 那么谢峰也判拉长合作名单 以及南华早报 今天也做了一个关注 说要注意 近期是第四位访华的高层官员了 那么雷蒙多这次到北京上海 特别是在上海 他会去参观 包括有迪士尼园区 跟一些美国代表 他们会发觉 他的行程可能比较轻松 他认为比较轻松的行程当中 象征的美国其实是更希望 会在亚太经合会议开会之前 在中美之间的沟通 还稳定一个默契跟关系 那么另外 也有分析认为说 这次雷蒙多访华 恐怕对于美国来讲 会是一个现实的检验 因为对于很多美国企业来说 对当前中国的亲戚情势 是有很多的想法的 文汇报这里也提到 关注到谢峰 跟美国商务部长的一个会晤 当前经贸关系交换意见 以及相关消息 27家中国实体 从未经验证清单移住 这是昨天我们已经知道 明报这里有一个评论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说美国的新两手 与中方的似对策 而关注到美国近期的一些动作 因为传统上 他对亚洲特别是对华的关系 他可能是接触防范 但现在感觉就是竞争 跟管控竞争 而四个对策 在中方方面 他文中就写着 现在对中国来讲 就是一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也要二是做好该做的事 三随时做好 硬碰硬的准备 另外四就是要做一个战略置顶 战略置顶的意思就是 现在要看到美国 他可能接续内部有一个 很多的经济情绪的变动 内部有很多的矛盾 有结构性的问题等等 而美国万一在这个部分上 他可能就会因此 因他的衰弱而去做出一些 可能会影响全球性的事情 那么中方与此 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所以要战略置顶 随时做应变 好 接续来看的是 半导体的这个部分 美国延长韩台对华半导体 出口豁免显拜登微妙处境 以及华为建晶片厂 必制裁这个部分的一个消息 不过我们说这个晶片的问题说 这次可能要放宽 因为本来是10月到期 这个出口限制对日韩 但现在可能是要 无限期的放宽 这个显见有专家说 因为拜登要选举了 2024选举他得考量到 半导体一旦供应链混乱 这也不是个好事 立板核污水排海 持续30年 我们来看清华的建模推算 昨天我们也做了一个关注 同时在台湾方面也注意到 到底什么时候流到台湾 现在日韩继续抗议 那这点有一个核心 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排放核污水 对人类会造成什么样 一个巨大的灾难 但是现在外交部发文说 不希望今天成为海洋环境灾难日 另外以及行岛 关注辅导民众说要打官司 希望终止排放 当报这里有专家说 可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起诉日本 韩国总理也说了以上的谈话 后续也做关注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朝鲜在试射导弹 其实它这次是有预告的 是说从24号开始 那么这一次呢 说各方都注意到说 这次火箭的 它有一个莫吉自曝 所以它这次试射军事侦察卫星 再次失败了 但是是有发射 失败 另外印度这个说 昨天就有人在注意 它的月球三号 要登月球南极 美国之音 说月球三号在月球南极表面 成功软着陆 莫迪说这是全人类的一个胜利 另外世界日报则是关注到 因为它这一次登上了之后 可能是对于水兵的研究 大家很关注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都说 传说它这个月球南面 南极表面有水兵 这个如果以后接触是一些登月计划 或者是太空登月球的 甚至移民月球等等计划 说水兵当中有水能源氧气可以提供 但是现在有更多人关心 这件事情可能不只是科学上的成就 包括未来金钱 商业 战略思考 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牵动 所以于是乎大家各去各个观看 金融时报今天头版也提供这个照片 那当然了对印度来讲 全民是一个非常欢欣鼓舞的时刻 那印度探测器的这个部分 还有注意到它这次花的钱比较少 它说这次的成功是花了7400多万美金 但是它上一次发射失败 印度是寄取了前一次发射失败的一个惨痛教训 而那一次花费的金费甚至比这次多一倍 对 在太空上这个成就 但是实际上对印度来讲 印度它自己内部的很多基础建设 却不断地在发生意外 好比最新的这一起 新建中的一个铁路桥梁倒塌 造成了17人丧生 另外泰国情绪 它姓回泰服刑首晚因病转送医 以及曼谷邮报所注意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诚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预测的 其实它姓回到了泰国之后 他们的这个过程 可能已经做好了安排 但如果不是保外就医呢 就是会等待王特赦 另外 《经济日报》关注 李显龙国庆讲话为何大谈住屋 旁边的联合早报跟香港电台 则是注意到它调整组屋政策 跟退休制度的这部分 因为对香港来讲 新加坡的组屋跟香港的居住 情况有点类似 因为它说因为李显龙的国庆讲话 和一般人的国庆讲话不同 因为它是有一些政策宣布 发掘防务政策占了很大层面 甚至要放宽对单身人口购房的这部分 因为认为新加坡原本对单身购房的人 都不太友善 但它现在显然新加坡也面临到 现在年轻人都不爱生小孩 甚至比较晚婚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然后做好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 另外这个消息呢 是说希特勒在奥地利 他出生的这个雇居 在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争议之后呢 终于因为他现在 奥地利政府把土地收回 而且他的这个雇居啊 要改建成警察局 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读报 五间精准锁定资讯的焦点 一线追击时事 进览环球动态 速递财经消息 透析社会现象 一小时时讯即刻传送 中国旅游集团 凤凤凰五间专列 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我们出发的时候 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但走得久了 就会慢慢知道 为什么出发 我们路过高山与低谷 也路过春天与秋天 我们在路上会遇见你 无论未来的路将去向哪里 我们的成长 失去 得到 梦想 都和你一起 走路上 不是看到美好 才选择出发 而是走下去 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 多美好 在经济情势下 中国的房地产的情况 持续受阻 来看经济日报 房地产周平 房住不吵 定位不会改变 以及联合早报所关注的 说中国房地产危机加剧 官媒称 房住不吵 原则不应 也不会改变 经济日报 则是标题是官媒 房住不吵 需长期坚持 现在关于限跌令 核实松绑的一件事情 而限跌令的松绑 是不是真的能够 对于房企跟资贷方的压力降减 这个部分 在接续 我们看到的 也是今天的新闻的探讨上 德国之声 也做了一个相关的关注 而主要 它的来源 是因为中国房地产网 在官媒上 在微博官网上面 所发布的一份长文文章 这个标题 就是房地产金融风险加剧 所以期待调整优化政策 尽快落地 那么在分析上头 它当中是看 因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部 也提到说 因为以前传统 对于稳政策的这个部分 特别在房地产市场上 都是稳房价 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但是在当前的形势 特别是透过近期 一连串已公开的数据 在房地产的这个部分的情况 人就是非常的疲弱 因此当前的形势 或是会是考验 传统政策的失利方向 那么可能接续 怎么样更扎实地落地 于是限跌令的松绑可能性 在这个时候 你也被认为说 可能是会朝向这个方向 这么做的 接续也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内营 公布 大家开始要公布业绩了 建航先跑 建航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 半年多赚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到这么样的一个数字 1673亿 这应该是港元计算的 一个数字规模 那么另外呢 房企的不良率升 也是在公布的数字当中 看到了一个消息方向 另外呢 再看经济日报 跟香港黎一 经济日报说解放军 今明两日 闽沿海实弹射击 这个是继上周 也在台海之间 海域做一个联合巡演之后的 再一波 那么另外呢 是香港黎一提到 说美国国务院开绿灯 批准向台湾出售 F-16的战机搜索和追踪系统 那世界日报提到 就是说美国宣布 军售台湾的5亿美元的 这个部分 好 这个部分之前也提到 那么当然包括路透社分析 认为这可能会造成 北京方面的不满 但实际上 北京之前说了很清楚 在台美之间 反对任何形式的一个军事 特别是军事上面的一个沟通 那么此举呢 这件事情 包括它军售的内容等等呢 在台湾的媒体引起探讨 包括它的实用性等等 还有到底花费多少的一个金额 那进于接续再来看的 所以这一次呢 在2024的大选 怎么样的和平呢 它是一个 大家选举当中 都会在讲的一个策略方向 但是谁能够真正的 恢复两岸关系 做成和平的发展呢 中国时报今天关注 跟台湾的联合报 两家都注意到郭台铭的动态 郭台铭他主要呢 在这个中国时报上 刊登了大版的广告 就是我们现在打勾的这一个 说他倡议 要以和平为前提 来做 来保卫台湾的各方面 那么联合报 这里的标题则是说 没对外募资 自己拿钱出来选举 郭台铭说 没有欠人情 以及劲爆提到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表示 他要独立参选的呢 所以用箭在悬上去形容 而且他说他包下 三大报头版广告 我们刚刚看到的呢 可能是一部分 郭台铭他到底做什么样的决定 都说呢 近期呢 可能对于观察 他的一些舆论方向来讲 已经耐性有限 因为他长期以来感觉哦 你这样像我们拉弓 他只拉弓不放箭 这样是不行的 那久了之后呢 他的支持者耐心呢 可能都会消散 但是最核心的是 当前泛兰阵营 没有办法做大整合 郭台铭如果真正要独立参选 在国民党已经非常坚持 只有侯友宜 而且会挺侯友宜 到底的情况下 这恐怕造成的情势 还是加剧 加剧 这个分裂 撕裂的这个情势 这选票会大分散 选票会大分散 所以除非说 他这次独立参选 我们要看看 他独立参选是有条件的 他要去 他要做这个 要做联署 就要看看他联署的状况 接续为各位做中华速报 21世纪经济报道 说医药反腐新方向 中纪委建职统方的利益链 说这场反腐风暴 是明确地指向医药领域的 在生产 供应 销售 使用 报销 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 另外香港的信报也关注到 说中央四部门 全国捉医保贪腐 说包括有一些药店 严打药店 空刷等等的这个方向 另外是台湾媒体呢 跟香港媒体 台湾旺报是说 大陆中纪委公布了五名内鬼 被查的都是为省管干部 以及信报的这个标题 也做了这么叙述 好 这五人来自哪里呢 哪五个省呢 是山西 广东 海南 江苏 河南 五省 但是是有公布这样的数字 但是并没有说 这是怎么样去调查的 而且是如何的一个内鬼 当然就是看到 如标题的消息了 另外是中韩之间 企业脉动 说比亚迪 可能要到韩国 设一个合资电池厂 那么对于韩国来讲 它也很需求 虽然近期在政治上面 他们有这样那样的 被我们批评的地方 但是你看这个商业其实会说话 这些人都是要用脚投票的 另外接续再看的是 中国好声音的声音说 在街买位宜云 知情者李文聚配合 急遭羞辱 以及香港林说 李文最后录制画面的 后半段没有全身的镜头 低头忍痛演唱 新浪说三天暴跌53%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股价崩了 李文的离世到现在 对于他的粉丝来讲 心情还未能完全平复 随着他所之前参加的这个节目 有更多的内幕被爆出来 然后也让社会舆论上 形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所以看到这个声誉意不在了 这个股价也做了一个联动 那么接续看到的是之前 中方停发青年失业率 这个部分我们在探讨的时候也说 相关部门也提出了 因为他们对于调研的基础数据 等到他们再重新调整好了之后 就会公布 结果这个沙利文 这个时候在雷蒙多要访华的前夕 他这个话可能又说得 比较不好听一点 这看来美国上来是这样的 都是很凉手 一方面他说的一边 还释放出不脱扣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去做一些批评的一个动作 那么他这个部分数据 他主要是认为说 因为他们美国很多企业 是需要靠数据去评判一些风险的 另外是香港的社会 香港的虐童案件 在港府更加的重视 而且鼓励大家做举报 有了这样的支持之后 所以数据在这个时候看到 就会上升 女儿上半年增了三成 受到影响的最小年纪 甚至到九岁 不过这一类的消息 我个人是认为 其实涉及儿童 未成年孩子的这一部分 有的时候媒体标题 逗动是要吸引注意 但是对于一些像这种 有恋童癖童 恋情况的人 他可能反而看了刺激 但是这件事情 数据出来的时候 才让大家能够更正视到的是 社会上的一个问题 某解决方法 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 今天的大千世界 摄影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我们看看他透过 怎么样的一个摄影诠释 去观察还需要 正常生活的人们 跟受到战争影响的 这个环境空间之间的关系